白红两色不调不断向前推挤 让身穿蓝色衣服 头戴白头盔的警察 还起人强 这个场景并非香港反送中游行的 新一波示威行动 而是中国广东明堂村的抗疫群众 人士出估高达万人 他们透过上街连续几天 堵塞了当地的高速公路 目的就是希望当地政府 能够取消焚化炉电厂的新建计划 不料在好几波的拉扯当中 由抗疫民众直接倒地 把镖鱼摆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一旁目击民众也不断控诉警察打人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因为军民担心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设立地点 距离该地水源区仅仅400公尺 倘若这一设影响水值 可能会大幅增加离碍风险 为了当地政府忽视民意 才会让当地村民循企反弹 不过这起抗争运动 也被人联想是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鼓舞 而当地政府在经过这场大规模抗争之后 竟然软化取消电厂新建计划